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减肥了。 着装风格比以前更加优雅,胖了看起来更加奢华。 台上的迪丽热巴性感迷人,言行优雅大方。 举手之间的动作充满了高贵女王的气场,成为本次活动最出彩的主角。 看着迪丽热巴的穿搭,我感觉迪丽热巴越来越瘦了,穿衣风格也比以前更加优雅了。 迪丽热巴的着装风格在网络上引发了诸多话题和讨论。 不可否认,迪丽热巴的身材在娱乐圈中的曝光率很高,尤其是她的美杯和蝴蝶骨。 也成为了很多人的话题。 也有一些网友看到迪丽热巴迷人的身材后,被她的美貌所吸引。 迪丽热巴不仅身材好,在娱乐圈的演技也可圈可点。 至于她出演的电视剧《公诉》,她的演技也受到了好评。 她可以说是实力与颜值兼备的女明星。 迪丽热巴这个女演员,有一种抑郁风情。 看她的脸颊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抑郁美。 给人一种独特的似曾相识的感觉,让人看到她就很开心。 不过,对于迪丽热巴瘦身,网友们却有不同意见。 有人说迪丽热巴胖一点更好看。 她越胖越显得胖,让人感觉很舒服。 也有人说迪丽热巴减肥后看起来更时尚。 减肥后的她看起来很有魅力,让人产生欲望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无论是瘦还是胖,我们都不能太追求瘦,也不能盲目太胖。 这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态度。 硬鼓励和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,包括适度饮食和适度运动。 而迪丽热巴的着装风格,气质和品味也值得学习。 她懂得如何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合适的衣服。 展现自己独特的风格,这是对自己形象的精准把握和自信。 这种自信和气质,也是娱乐圈很多艺人所追求的。 总的来说,虽然迪丽热巴的身材和穿搭备受关注,但健康和自信还是应该培养和追求的。 我们应该鼓励艺术家在培育自身健康美丽的同时,不断挑战自我,追求自我完善和完美。 美既是内在的,也是外在的,健康美丽的心灵才是最美的风景。